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WTT太原常规挑战赛女单比赛进入半决赛 中国女兵与日本女兵各有两名球员进入了四强 第一场由国兵队员陈信彤对阵日本队员牧原美忧 陈信彤是本次赛事的女单二号种子 她现在26岁 正值当打之年 世界排名高居第六位 她分别以3比1赢了队友宽曼 3比1赢了另一个队友杨奕运 3比1赢了实力很强的国兵队友前天一 晋级女单四强 国兵队员实力都很强 陈信彤能赢三名队友 展现了很好的状态 牧原美忧才19岁 已经是日本女兵的主力 单打和双打的实力都很强 她在女单排名中高居第22位 牧原美忧分别以3比2前胜中国香港的李浩琴 3比1赢了国兵队员陈毅 3比2逆转战胜队友伊藤美成 也晋级了女单四强 牧原美忧的状态也非常好 陈信彤以3比0横扫牧原美忧 强势晋级女单决赛 第一局陈信彤取得6比0的开局 牧原美忧没什么信心 打得比较谨慎 出手不够果断 卫手卫脚 陈信彤回球出界 送给对手1分 陈信彤又连得了4分 以10比1获得局点 陈信彤回球出界 接着回球下网 又送给对手2分 牧原美忧直线得分 牧原美忧追了3分 牧原美忧也回球出界 陈信彤以11比4轻松拿下第一局 牧原美忧状态低迷 发接发质量不高 打得很凝乱 陈信彤基本前三板得分 如果不是陈信彤自身失误 丢了3分 牧原美忧会输得更惨 第二局陈信彤取得4比1的开局 牧原美忧连得了4分 反超比分 牧原美忧明显加了质量 敢于搏杀 自信息也上来了 不过陈信彤大范围调动 打得牧原美忧疲于跑动 陈信彤连得了5分 以9比5领先牧原美忧 双方各得1分后 陈信彤发球 牧原美忧只发球 回球直接下网 陈信彤以11比6拿下第二局 第二局牧原美忧主动得分 仅有3分 两局比赛 牧原美忧主动得分 加起来才4分 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如果不是陈信彤主动丢了6分 前两局牧原美忧会输得更惨 第三局陈信彤取得2比0的开局 牧原美忧叫了暂停 陈信彤又连得了2分 拉开了分差 陈信彤前三板优势明显 牧原美忧连球都戒不好 牧原美忧好不容易得了1分 陈信彤又连得了7分 以11比1拿下第三局 最终陈信彤以3比0横扫了牧原美忧 轻松晋级女单决赛 双方实力悬殊 陈信彤前三板太强了 牧原美忧打得一点信心都没有 此外 另一场南丹半决赛拉开帷幕 国拼两大劲敌 埃利克斯 勒布伦 法国 李尚珠 法国 狭路相逢 展开激战 结果埃利克斯以绝对优势 3比0横扫对手 由此而晋级南丹决赛 即将与国拼选手梁敬昆 周启豪之间的胜者 争夺冠军 在之前的比赛中 埃利克斯已经3比1 淘汰了国拼非主力中 排名最高的林诗栋 世界第11位 半决赛又3比0 轻取李尚珠 状态渐入佳境 值得认真研究提防 埃利克斯 李尚珠 都是目前国拼男队的重要对手 前者曾打败过 樊振东 梁敬昆 本战比赛又淘汰林诗栋 后者更是战胜过 张继科 马龙 许鑫 樊振东 林高远 这次在太原 又连迎相鹏 黄有正 状态渐入佳境 两位选手的打球风格 都是凶狠有余 稳定性不足 赢得快输的也快 所以如何在强强对抗中 保证上台率 减少失误 将成为他们取胜的关键 首局开始后 埃利克斯的发动 明显更快 相比于李尚珠 他的进攻弧线更长 所以回球也相对更顶 这就容易让对手 难以在近台站稳脚跟 由此而赢得场上的主动拳 随即以11比6拔得头筹 在气势上压倒了韩国选手 第二局 埃利克斯再次开局 领先比分 李尚珠虽然有心追赶 奈何自己很难在近台 抢攻得手 一旦形成多板相持 就明显下风 结果法国小将又以11比7取胜 距离晋级仅一步之遥 第三局 李尚珠依旧是兵败如山倒 埃利克斯乘胜追击 最终以11比2轻松锁定胜利 由此而凌封韩国名将 晋级决赛 坐等梁敬昆或周启豪来战 从技术上看 埃利克斯 李尚珠各有所长 而且都是速度比较快的运动员 但李尚珠的进攻越往后退衰减就越明显 埃利克斯则拥有欧洲乒乓球选手常见的周旋能力 在旋转上也更有优势 因此可以用长弧线牵制李尚珠 逼对方失误 由此而立于优势之地 在此前WTT常规挑战赛太原战混双比赛结束 李尚珠凯曼3比10高远王易迪 获得冠军11比7 11比8 9比11 11比7 这次夺冠对于李尚珠凯曼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意味着新混双组合已经培养成功了 本来万众期待的远敌组合 大战杀头组合的场面并没有上演 因为孙颖莎和王主金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 李尚珠凯曼杀上来 其实没有面对到什么压力 但是这次还是国平内战 而对于大敌来说 此战也同样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 如果王易迪能够赢球的话 那么他在太原战就真的很有希望拿到三冠王 战胜林高远和王易迪 事实证明末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优势 个人能力林高远和王易迪可能要更强 但是论配合的末期度 还得看林诗栋凯曼 出现这个比分也是很正常的 同时王易迪也就彻底无缘 在太原战比赛拿到三冠王了 但凯曼的双打能力 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赛后颁奖典礼的时候 最先上来的是林高远王易迪 不过整体非常淡定 确实这次决赛他们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林诗栋凯曼上来之后 他们也没什么兴奋感 毕竟这是内战 而且也不是什么重量级的比赛 所以就整体的情绪上也没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这对于他们就是新的起点了 这可以立足他们在国拼的地位 随后双方站在一起进行合影留念 这也是每次比赛会进行的一个过程 而且冠军还有一个独自拍照的过程 特别是在自拍的环节 林诗栋凯曼显得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不知道谁去拿手机 他们都笑了 最终林诗栋接过了手机 完成了自拍 此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画面 那就是林诗栋凯曼在离场的时候 还被颁奖台办了一下 因为这个颁奖台只是用一些纸钉上去 他意外踩到了纸板 差点被绊倒 幸好他下去之后稳住了 林诗栋还想去扶一下的 工作人员让其先去 就这个细节方面 主办方做的确实有点瑕疵 不管怎么样 这对于他们就是新的起点了 很多人都在期待他们是王楚钦 孙颖莎继承者 同时林诗栋男单已经算进入主力层了 这两个人也可以持续发挥 期待有个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